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郑远唱 大家好 我是林依晨 我们今天颁发的是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相信依晨应该有很多拍摄音乐录影带的经验 的确还蛮多了 而且很多参与这些音乐录影带拍摄的人 后来都成为娱乐圈的一份子 像我在出道之前就有幸参与五月天 我知道 相信 哎哟 不错嘛 你还知道 还有周杰伦的 我知道 哎 你有拍过周杰伦的MV我不知道 哪一支啊 《开脱情》那首最有名的啊 哪一支 快使用双截棍 哦 双截棍 好喘 可是双截棍这支MV有女主角吗 有 只要你用眼睛 用心去看就会看到 所以用心来说 林依晨应该也算是非常资深的GENUAL 不要讲资深啦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那么资深 我只是跟周董有过一段很匆忙的合作经验而已 因为那时候我都在西门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没错 拍MV真的就是跑来跑去上山又下海的一种挑战 像我自己呢 就拍过现在最后在台下的准歌后 陈启珍的MV 记得 不过我在MV里面饰演的是吉他手 跑来跑去的是陈启珍 还记得我吗 吉他手 我是吉他手 他记得 他记得 是的 所以呢 音乐录影带赋予了音乐很多画面 那这些画面呢 也赋予了音乐生命 没错 接下来 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入围的有 得奖者是 是的 得奖者是 环球国际唱片股份公司导演林伟哲 陈启之的日光 恭喜 恭喜大江轩 日光MV于台东山间拍摄 导演运用春天的光线贯穿影像 逆光的蕴染手法呈现梦境的迷离 缤纷的色彩衬托着春色舞边 导演捕捉了大自然真实和虚幻间的奇妙视觉 谢谢大家 然后我先代替另外一位还没有来的导演 另外一位